下面要我们要讲这种公司类型的叫C-Corporation C-Corporation的话呢是股份制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应该说 那还有种称法叫股份制的经营模式 那这种公司的类型的一个特点呢是 首先一个它是变数比较高一点 是国际上都是认可的 在国际上的变数比较高一些 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承认这种东西类型 像中国也是有这种股份有限公司的 只是它那个公司的名字结尾后缀不太一样一点而已 中国可能是LTD之类的 然后那个新加坡应该是PVT 其实指的都是这种股份有限公司的东西 那这种公司类型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是公司的所有人叫股东 叫Shareholders 不是像我们Pundership 前面那样子的叫Partners 它一样的对吧 然后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叫Double Taxation 就是双重纳税 那双重纳税的意思是 股份制有限公司呢 它的这个公司经营上的带来的利润呢 是公司层面上是要交税的 公司层面上要交税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合伙子公司不太一样 因为合伙子公司的话呢 公司层面上是不少交税的 它的利润呢 从公司里面申报一下 公司也得申报这个税表 但是呢利润是创透下来的 公司层面不交税 然后通过Schedule Keyboard 创透到合伙子的个人税表上再交税的 但是股份制有限公司呢 公司层面上就得先交税先 交完税以后呢 股东想要拿钱呢 你得通过分红的信息 那分红呢 有个问题呢 就是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 这个给股东的分红呢 公司是个门抵税的 而且呢 股东拿到分红以后 要另外什么收入 也就是说 这不相当于是公司层面先交过一些税了 然后利润在分配到股东身上的时候 股东还要再申报一次收入交税 然后公司也不能拿来抵税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双重纳税的一个意思 那这种公司类型的话呢 刚刚说的Double Taxation是一个缺点 但它当然也会有它的优点 比如说优点 其中一个是容易transfer那个ownership 就是它的股份转让 它的所有权转让非常容易 因为股份呢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你看谁都可以上去买 随时都可以买 买得到这家公司的股份 非上市公司 你想转让股份其实也很简单 相较于其他的公司类型而言 股份制有限公司的这个 可持续应的这种发展 是它的一个特点 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容易转让这个所有权 也是它这个优点 除了这个以外呢 能够做到公司的税务 跟股东的税务是完全分开的 其实公司如果说不给股东分配利润的话 公司是报公司的税务 股东呢不受这个影响 但是合伙的公司就不一样了 合伙的公司它这个 只要有利润 股东就得要把这个利润分配下 就要报到它 是个人税本上去了 对吧 这个等于是想让它是没得选择的 完全是连在一起的 那还有一个优点 股份制有限公司的优点是 它比较容易融资 因为它就是基于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所有权容易转让 这样一个特点 容易转让的话呢 那投资人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相信这个公司 然后相信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呢 很容易转让给它到一个名下 它的这个利益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然后呢 那这个特点也决定了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这种公司的模式 全部都是股份 股份制有限公司 或者叫Sea Corporation 上市公司都愿意 这种公司的类型 去上市的原因在这儿啊 所以像Apple啊 谷歌啊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上市公司 全是Sea Corporation 双重大税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可能必须要通过一个例子来讲 大家可能会理解的这个透彻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他说这个Sea Corporation 撞了一百块钱 这个是公司的利润了 然后撞了一百块钱以后呢 现在Sea Corporation 这个 我们等于是分成两种公司的类型 来去进行比较啊 如果是合伙子公司这一百块钱的公司成员上不交税 合伙人假设他的税率是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之下 这一百块钱如果放在合伙子公司的话呢 整体需要交的是二十块钱的税 对吧 如果是放在Sea Corporation 股份有限子公司的情况之下呢 首先一个 股份制有限公司现在交的税是二十一 Flatweight固定的百分比二 当然我们还是讲联邦的不讲兜的啊 百分之二十一的话呢 一百块钱交到二十一块钱税以后呢 公司还剩七十九块钱的利润在账面上 如果股东要把这七十九块钱全拿出来的话呢 股东还得要按照百分之二十个人税率 交这个七十九块钱的利润 然后公司也不能抵税了 所以说等于是股东还得交十五块八毛钱的这个利润的税 整体这一百块钱的话呢 等于是要交三十六块八毛的税 相当于税率是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了 对吧 会比其他的这公司类型会税肯定是要高的 因为它等于是有双重纳税的问题啊 是有双重纳税肯定是有双重纳税的问题啊 有双重纳税肯定是有双重纳税肯定是有双重纳税的问题啊